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4月17日的早上8點20分左右 最近最夯的就是徐巧新抱著富伯伯哭哭啼啼啼 然後大家應該記得前一陣子有一個廣告 有那個小朋友很可愛的聲音在唱蘑菇啦 我想到說這個徐巧新一直在說他的姑姑大姑姑 多可惡多可惡是詐騙集團 這個好像廣告歌可以這樣改 巧新姑姑詐騙集團的混蛋 巧新姑姑騙人錢才收亞中 巧新姑姑詐騙集團的壞蛋 巧新的姑姑姑很可惡 巧新姑姑害巧新哭哭啼啼啼 巧新姑姑開著巧新姑姑 看到虎困啼啼啼啼啼啼 抱來抱去哭哭啼啼 抱來抱去哭哭啼啼 她咋哭也傻眼 好 好不好 說到這個姓許啊 在這裡 我記得我前一陣子 大概一個月前吧 我視頻就有介紹過 這個姓許的由來啊 那個時候我就感覺說這個 許巧新可能會出事情 果不其然啊 那個時候有那種靈感啊 所以特別把這個姓許給介紹 介紹一下 這個華人地區 這個許這個姓啊 是相當的特殊喔 因為許姓不是漢人耶 他們是東福祖啊 以前就住在現在的山 這個山東還有安徽之間啊 也就是現在的江蘇省 現在的江蘇省在古時候叫做徐州 像漢朝的時候 這個徐州就是十三州之一嘛 呂布是不是在徐州被曹操劉備 就是那個徐州 就是那個徐州 啊為什麼 古時候江蘇省叫做徐州 就是因為以前江蘇省這一大地區 就是東福祖 就是東福祖姓許的 東福祖許人啊 都住在這邊 而這個許果被滅亡 被周朝滅亡之後呢 他們就都姓許 所以徐州的人大部分都姓許 那曹操是不是在徐州大屠殺三次 為什麼曹操對徐州人能夠下得了這樣的重手 因為曹操認為說 因為曹操認為說 我殺的是胡人呢 徐州的胡人啊 又不是殺跟我們一樣的漢人 我殺的是胡人呢 所以他大大大大地在徐州三次大屠殺 但是對於其他地區 曹操就沒有下這麼狠的重手 就單獨對徐州 所以姓許的 對曹操很恨啊 曾經有一個姓 姓許的叫做徐他 這個三國字正史上有記載 徐他就是徐州人的這個姓許 他呢是你我他的他 因為因為他是曹操的警衛嘛 所以他有機會接近曹操 有一天他就藏著一把利刃 準備要在靠近曹操的時候刺殺他 但是徐他呢 他就一直一直在那邊流汗 我說的就是圈圈圈起來 這三個姓 胡啦 朱啦 徐啦 就是這個徐他 我這個圈起來的就是說 中國歷史上行刺 大人物失敗的這些姓呢 徐啦 武啦 朱呢 朱是成功啦 只是說他行刺的方式 跟這些人不大一樣 跟聂政專珠 妖禮 呂布 還有荊科不一樣 這裡這個圈圈這裡的姓應該再加一個 秦啊 秦汇租立法委員秦汇租那個秦 啊這個徐啊 徐他呢 他就一直在那邊發抖 然後又流汗 然後 這個曹操身邊的大將啊 徐楚呢 就覺得很奇怪啊 說 嗯 这个卫士怎么一直在晃来晃去 他又不是徐晃 曹操有另外一位官阶比较大的卫士长 也是姓徐晃 因为那个时候曹操很过分的地方就是这样 我杀了你的主人 然后我还要你来保护我 你们如果保护我不爽不甘愿 那我就再杀 所以这个姓徐的徐晃 是他的类似于总统府 总统府这个少将司令官那种总指挥 就是徐晃 然后徐晃下面还有很多姓徐的卫兵 其中一个就是徐他 他就在那边晃来晃去 然后徐楚 你又不是徐晃 你干嘛在那边晃来晃去 就给他收身 收身结果 竟然发现一只很尖锐的匕首 哇 徐楚就把徐他抓起来 拷打逼问 他才承认说 我是要来行刺曹公公 结果徐他就被杀了 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然后其他呢 武啊 武就是这也是要刺杀曹操 武方是一位大臣 因为曹操 他把汉宪帝当作傀儡嘛 以前大臣宰相 包括宰相 你上朝必须要脱鞋子 而且要把自己的配件 都要交给侍中保管 但是曹操 破例啊 他说我自己啊 可以穿着鞋子上殿 也可以配着保健上殿 这样子 就是不尊重皇帝啊 汉先帝每次看到曹操 穿着战袍 配着宝剑 穿着这个战靴 大拉拉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上大殿呢 虽然曹操是宰相 汉先帝是皇帝 但是汉先帝看到曹操都吓得滑抖 所以这个大臣武方 看不下去啊 他也是在身上藏了一把利刃 然后曹操一来呢 冲过去就刺啊 但也没有成功 因为曹操身上 有穿着皇身护甲 你这个刀刺不进去 结果武方啊 就被灭九族啊 很可怜啊 另外一个刺杀没有成功的就是秦武扬 秦武扬就是跟荆轲 一起去刺杀秦王的那个十九岁少年 荆轲的助手呢 本来是要找概念 也是一个功夫很高的人 但是概念迟迟不来啊 然后燕太子丹呢 就要找副手啊 就有人推荐说 秦武扬耶 这个十九岁年轻人 你们知道吗 他十五岁而已哦 还未成年哦 以现在跟古代来说 都是未成年 十五岁就杀人了耶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说那些 中山联盟袭警案 柯文哲就任台北市市长之前 郝龙斌卸任之前 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八十 民国八十年八十 就是 郝龙斌跟柯文哲交接的 那个时候发生的 中山联盟杀警案 那些青少年都是 每个人都是十几岁 十五岁 十六岁 国中生 高中 国中生 国小 高中 啊秦武扬就是类似 中山联盟那些 竹联帮四海帮的青少年 恰恰恰恰 十五岁就杀人了 然后就耀武扬威啊 大家都说秦武扬 这个人很凶狠 而且很勇敢 很厉害啊 大家都怕他 中山联盟的呢 当然古时候的中山联盟啊 结果 燕太子丹 就很高兴就把秦武扬找来 所以你如果跟 荆轲一起 去刺杀秦王成功呢 高官后路啊 荣华富贵 金银珠宝 绝对让你满意 当然在出发去刺杀秦始皇之前呢 秦武扬跟荆轲一样 吃吃喝喝啊 开杂木玩女人啊 金银珠宝呢 金银珠宝呢 享受得很风光啊 没想到真正到了秦始皇的大殿呢 看到那么多威严的兵马俑啊 当然那是真人啊 不是兵马俑啊 看见秦始皇的卫士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将近两公尺高 秦武扬竟然下到花斗啊 这个十五岁就杀人的中山联盟的 凶残青少年 一直在那边抖一直在那边抖 他两手捧着凡乌齐的头 然后全身抖成那样 那个头啊都差点掉下来 然后这个秦始皇的卫兵啊 卫士长呢 队长就觉得很奇怪 就把他拦下来啊 然后这个金银珠就转过头来 就笑一笑说啊 我们乡爷比夫来到这么大的帝国啊 会紧张啊 所以就在那边抖 然后就赶快把那个黄乌齐的头拿过去啊 就这个卫兵队长也不准 不准秦武扬跟着上殿啊 因为抖成那样好像啊 听说还漏尿啦 有尿烧味 他就被挡住了 金科赐秦王之所以失败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有那种素质 可以刺杀那种大人物 你看像徐他 还有秦武扬就失败了嘛 在那边抖一直抖一直抖 然后这个猪啊就是猪害 他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刺客 但是他刺杀的情况比较特殊啦 那个时候战国七雄嘛 然后秦国呢包围赵国 赵国的首都邯郸被秦国大军包围 已经快要亡国了 然后魏国的姓陵军呢 就想要去救赵国 然后魏王呢就派进比 率领十万大军前去解救赵国 但是这个大将进比呢 十万大军到了邯郸城外 却按兵不动啦 就 卫缩嘛 也会害怕啊 他就不敢去打秦国的士兵啊 进比就把魏国军队停在很远的地方啊 停在外围 那魏国的姓陵军很紧张啊 一直督促进比 你要赶快啊 出兵啊 赶快去救赵国啊 不然赵国会亡国啊 那进比不敢嘛 一直不敢出兵 所以 魏国的姓陵军啊 就也相当于宰相啊 姓陵军就去找到猪亥 猪亥本来是在卖猪肉的啦 身材魁梧有力 这个屠夫呢 朱亥啊 是 是魏国很有名的大力士啊 他就 叫 有一天叫朱亥跟在他旁边 然后他们又去见那个进比 进比 大将看到 姓陵军来 姓陵军是 魏王的弟弟嘛 地位很崇高 就 低头向他行李 魏陵军就指示进 指示朱亥说 时机到了 趁着进比 头低下来的时候 朱亥就拿起大铁锤啊 就把 进比的头给 砸碎了 这样也刺杀成功了啦 虽然 这样的刺杀方式不大光彩 是趁人家 他 禁礼的时候才杀人家 这样不大光彩 但是 就因为 朱亥杀了进比呢 姓陵军取得兵权 发动军队十万大军 真的就把 趙国给解救了 那 像利用这个鞠躬的时候 杀人的 还有一位皇帝 这位皇帝 这位皇帝就是 北州 梁唐进汉州 西 西魏 西魏的皇帝 西魏武帝 宇文雍 宇文雍 小时候啊 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 他的叔叔 宇文户 的手上 宇文雍 小小年纪 大概八岁 就登基当皇帝 但是 宇文雍之前的皇帝 是他的爸爸 他爸爸当皇帝 但是被他的叔叔啊 给刺杀 他的叔叔 杀了他的爸爸 这个 宇文户很跋扈嘛 把宇文雍 八岁的宇文雍 胡上来当皇帝 只是把他当作傀儡啊 所有 所有命令 国家大政 都是宇文户 都是这个叔叔在做主啊 那 宇文 西魏武帝 宇文雍呢 长大了之后 当然很不甘愿啊 想要夺回他的政权啊 他的权利啊 就有一次趁那个 宇文户上朝 然后 头稍微低下来的时候 向他敬礼 因为 你毕竟 毕竟他的叔叔只是 摄政大臣 宰相的职位 比皇帝还低嘛 所以 你上朝 还是要在文武百官面前 向皇帝 宇文雍 敬礼啊 虽然 虽然 宇文雍 跟曹操一样 他学曹操的 他也是不用脱鞋子 也可以戴箭上来 所以说 其实相当危险啊 因为 只要 这个宇文雍啊 如果 一击 没有毕命的话 宇文户呢 他叔叔 刀拔出来 这个宇文雍 就会像他 爸爸一样 没命啊 这个 这个 宇文雍 就是 电视剧里面 应该有看 看过吧 那个 南陵网 跟南陵网 对打的 那个宇文雍啊 就是 胡雨薇饰演的 宇文雍 然后 南陵网 是谁饰演的 就是那个 呃 呃 嗯 那个 大陆很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好像是 赵 好忘记了 就是一个 一个长得很像 马英九的那个 大帅哥 演的 那一部 大陆的连续剧 大家有印象 应该有印象吧 南陵网 然后 那个 宇文雍啊 就趁 宇文户低头敬礼的时候 也跟朱亥一样 拿起大铁锤就 满开他的后脑 就这样把 把他叔叔 宇文户给打死了 好那 这 圈圈啊 这些人的刺杀方式 比较特殊啦 只有朱亥 朱亥跟宇文户 跟宇文雍 朱亥跟宇文雍用铁锤 有打死对方啦 其他武方啦 徐他啦 秦武扬都失败了啦 那其他这些人是成功的 呂布就不用说了啦 中国历史上唯一 刺杀 大魔王成功的 而且没有死耶 本身没有死 然后还能被封高官厚禄的 就只有呂布一个啊 呂布杀了董佐之后 封 封这个温侯 奋威将军 开辅宇童三思 慈杰 与王云共饼朝政 也就是呂布当时的地位 相当于左右丞相的左丞相啊 然后他的 他可以跟王云 又丞相一起 处理朝政 然后他 开辅宇童三思 宇童三思也就是 他 他出外的时候 那个车队啊 马队啊 侍卫队啊 比照三公等级 开辅就是 他有自己的办公室 有自己的仆人 有自己的官府啊 有宿舍啦 就相当于 我们说的官邸啊 你如果当 你如果当总统 是不是都有官邸 什么士林官邸 这个 玉山官邸 就是这样啊 呂布 呂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刺杀之后 能够享受荣华富贵的 当然 时间 呂布享受荣华富贵时间 只有短短半年而已啦 因为 因为短短半年之后 西凉大军25万就叛变了嘛 那其他 其他的刺客 聂症啊 聂症 刺杀那个 韩蕾 韩国的宰相 韩蕾 那成功了之后呢 他就把自己的脸皮撕下来 然后脸皮撕下来 当然就死了 本来 虐症可以不用死的耶 哦 他如果放下武器 哦 他就可以不用死 但是 他 把自己的脸皮撕下来 他 活活痛死啊 哦 那 韩王就悬赏重金啊 说有谁知道 这个刺客是谁的 哦 悬赏重金 哦 但是都没有人 去认啊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 富人呢 就过来 看尸体 哦 他看了看 就在那边大哭啊 说这是我弟弟 聂正啊 哦 然后 旁边的人都很压抑说 聂正是刺客耶 韩王现在 赏重金 就是要知道他是谁 准备要灭他九族啊 你还 你还跑出来认识 你不怕 被杀 你们全家人 九族都被杀嘛 然后这个 这个 聂正的姐姐啊 这个人就是聂正的姐姐 他说 我不能让我的弟弟 默默无名的死在 这样子死去 这样子对他太不公平了 哦 我我就是他姐姐 我弟弟叫做聂正 大家都记住了没有 他是 他是 他将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啊 哦 第一位 刺杀成功的 症 的刺客啊 哎 韩王 韩王终于知道 这个刺客叫做聂正 但有没有杀聂正的姐姐 没有耶 哦 这个韩王 被聂正姐姐所感动啊 哦 何况聂正姐姐又长得那么 那么美丽 哦 有想要把聂正姐姐呢 纳为这个嫔妃啊 哦 但聂正姐姐不答应 不 我弟弟这样缠死 我很难过 我没有 没有那种心情跟韩王黑秀啦 抱歉啊韩王 韩王 韩王也无可奈何啊 这是聂正的故事 这个聂正是很厉害的啊 哎 在那个 卫兵 那么多重重的 护卫 包围着韩国宰相韩蕾的情况之下 哦 聂正能够 凭着一把短短短的匕首呢 把这个韩蕾给刺杀 哦 这是相当厉害的啊 哦 再来是鑽珠 也就是很有名的鱼长剑啊 哦 他这种刺杀方式 其实也是有一点特殊啦 哦 有点不大光彩 哦 因为他知道 吴王 呃 吴王鸟呢 啊 他知道 吴王鸟很喜欢吃鱼啊 所以专注接受那个吴子序 跟公子光的委托呢 就准备要去刺杀吴王鸟 但是 是 要先把煮菜的功夫学好 尤其是 煮那个鱼啊 所以专注 就一直在学那个 怎么把鱼烹调的很好吃 哦 结果 他成功了 他卖的鱼啊 他在市面上卖鱼 烧烤啦 这个都很好吃啊 这个鱼 煮的很好吃 这个消息传到吴王鸟的耳朵呢 就很高兴啊 鱼子的腹中 然后捧着 这条鱼呢 煮好的鱼 要去给大王吃的时候 哦 要收身嘛 哦 但是就是那个食物不会收啊 所以这个 鱼常见 藏在 鱼的肚子里面 这一招真的很高明 哦 鑽珠被收身 没有武器 哦 吴王鸟很放心 就让他把鱼给端上来 没想到端上来的时候 鑽珠 突然间就把刀抽出来 就这样刺杀成功 哦 刺杀成功啊 当然这样 这样子是 当然不能跟吕布比啊 吕布 吕布是 光明正大 跟驴 跟这个董卓对决 董卓 有一些小说啦 记在董卓 身高两百公分 然后全身穿着 金铠甲 用金刚打造的铠甲 刀枪不入啊 然后生材又那么魁梧 然后驴布 驴布不是从背后吃他 也不是 也不是偷袭耶 而是 就真的 两个人就面对面对答 因为吕布刺杀 刺杀董佐之前是水仙下手的 其实这个圆圈里面应该还要加上一个 礼啦 木字礼跟花音跟旅 有点像的礼 就是白袍将军 白马将军 李树也是很有名的名将 他跟吕布是同乡嘛 所以他跟吕布两个人合作 要刺杀董佐 因为吕树是很有名的名将 百战百胜的西梁大将 所以刺杀的任务 其实本来是交给木字礼的吕树 他是第一个刺杀董佐的人 但是他拿起他的长矛 你不要以为长矛 你以为是普普通通的长矛 不是哦 那个名将大将所用的长矛 那个都是特制的 重打都是 百斤左右的钢铁制造的长矛 那个都是很可怕的武器 但李树跟董佐呢 对打是当然没有办法打赢董佐啊 而且董佐穿着金刚铠甲 结果李树没办法刺杀成功 在那边打了好久啊 都没办法 吕布看不下去了啦 吕布就过来啊 就把李树的长矛拿过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三国志上面记载说 吕布是用矛刺杀董佐的 不是用矽啊 吕布最擅长使用的是矽 矽当然三国演义小说 就把这个矽叫做方天化矽 但其实这个矽不是 不是宋朝才出现的方天化矽 而是汉朝时候的矽啊 那个时候其实吕布用的是 李树的矛长矛 吕布就把李树的矛拿过来 就刺那个董佐 董佐也去抵抗耶 完全就挡 你怎么挡都没办法 那个力量太大 直接你用什么挡就 什么都刺穿啊 连那个董佐穿的金刚铠甲 也都穿透 前胸穿后背就这样 被吕布刺杀死了 完全无法挡啦 这个这个是吕布真的就是战神啊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你看那个白袍将军 百战百胜的西两大将李树 没办法完成的吕布 一上来 一下子就解决了 你就知道吕布多可怕 其他的刺杀刺杀者除了专 除了孽症 孽症可以跟吕布比之外呢 其他人 其实刺杀的方式都不大 光明正大 像专注 专注冒充成厨师啊 这个其实有点小人啊 譬如说你现在去餐厅吃饭好了啦 那个菜端上来你完全不会防备嘛 你你会防备的可能是说怕端菜的人 菜汤 嚼一滑呢 菜汤 剥下来烫到你啊 你会 你会这样稍微担心一下 但你 你能料到说 这个端 端这个糖醋鱼的人突然间 从糖醋鱼抽出一把刀把你割喉吗 一般人去餐厅吃饭 因为心情愉快嘛 注意力都集中在美食身上 你真的很容易就被刺杀了啦 再来这个腰鱼也是蛮扯的啦 这个腰鱼呢 长得瘦瘦小小的 结果这个 重金悬赏说 水能够杀死庆祭 庆祭也不是台语那个子弹啊 子弹的台语叫庆祭 当时 吴国 这个就 跟成者上面的事件呢 吴王了被杀了之后 他的儿子啊 他的儿子庆祭啊 是身高 也是两公尺的巨人啊 庆祭呢 就逃亡 逃亡到楚国去啊 这个庆祭 几乎就是刀枪不入啊 武功高强 那这武功子光继位为武王之后呢 就是武王合吕 他就希望说 有人能够去刺杀 刺杀这个庆祭 当然第一首先找的是 专出啊 专出说我就不在笑 我刺杀 刺杀这个武王寮 那是小刀藏在鱼里面 这样是比较简单的 你要叫我去刺杀那个巨人 庆祭 我就不在哭哭 别人啊 就不要啦 哇 这下子惨了 没有人敢去刺杀这个巨人 巨人庆祭 按照古书的描述庆祭 好像他的勇猛啊 几乎跟吕布一样啊 万人无敌啊 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 瘦瘦小小的人 叫做妖礼 他说 大王 我去 我去刺杀 庆祭 这个武王寮真的 被这个妖礼呢 真的气得 拜托 你这个矮小子 不深长无耻 然后瘦瘦巴巴的 完全看不出来 你有办法刺杀大巨人 庆祭 你别开玩笑好了吧 你别开玩笑好不好 虽然 这个赏金这么高 但你也不要被金钱冲昏头 好不好 但妖礼说 我保证 能够刺杀成功 结果 妻子儿女全部杀掉了 他就变成一个杀人犯 然后被吴国判死刑 然后把他的手臂砍断了 然后他失去一条手臂 然后他就逃亡 从吴国逃到楚国 然后一直在 在楚国那边骂那个吴王寮 然后又说吴王寮 杀了他全家老小 结果这个消息就传到庆祭的耳朵 耳朵听到说 也有一个人跟我一样 跟吴王寮有不共戴天之仇 因为妖礼说 吴王寮杀了他全家 大小还把他的手砍断 他一直要报仇 所以庆祭就认为说 他跟妖礼同病相连 两个人是一国的 就把妖礼带在身边 虽然妖礼是一个残废的人 又矮矮小小的几乎站起来 就到庆祭的妖那里而已 但两人通常就是怎样 出入出双入对啊 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饭 一起出游 一起喝酒 一起看戏 成为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有一天妖礼 他身上的伤都好了之后 另外一只手也恢复力量的时候 突然间趁着两个人在那边 高高兴兴吃喝玩乐 看戏的时候 庆祭呢 丝毫没有防备之下 妖礼竟然抽出尖刀 朝庆祭 庆祭那个时候毫无防备嘛 也没有穿盔甲 就这样刺心脏就被妖礼给刺穿了 但庆祭临死之前还是很疑惑 兄弟 你为什么要杀我 我对你这么好 我们是好兄弟 妈几人呢 你为什么要杀我 妖礼说 没什么原因 我们真的是无言无仇 但是我知道 我如果今天杀了你 以后的历史啊 历史记在里面 就有我妖礼的名字啊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妖 是稀有信事啊 根本就是上不了台面的 很弱的很弱的家族啊 但是我今天代表我的主人杀了你之后 以后我们这个姓啊 妖啦 就会在历史史册上出现啊 原因就这样而已 我刚刚说的不是我唬烂的 妖礼刺杀庆祭的理由 就是历史上流民啊 你们看现在你有没有遇到姓妖的人 没有啊 很少啦 但是你如果打开历史 读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历史 你就一定会看到这个人 叫做妖礼 这个妖 他就这样成名啊 得偿心愿啊 然后再来荆轲 大家都知道了嘛 荆轲赐秦王 他本来有一个助手秦舞阳的 刚刚说过了 结果没有助手之后 荆轲啊 就一定要腾出一只手来抓住 抓住这个秦始皇啊 那现在历史 历史学家有 有这个研究啊 说秦始皇的身高 就跟那些兵马俑差不多 比兵马俑还要高大 两公尺以上啊 秦始皇身高相当的高大 而且很壮啊 因为 因为你看他 他要拔出他的剑 必须要副剑 也就是 你本来的腰 你剑你如果配在腰那里 他的剑拔不出来 你要把你的剑 弄到你的背后 这样才拔得出来 可见那把 那把剑呢 有多长 这个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研判 秦始皇的剑 至少有1.5公尺以上啊 本来 本来大家都说 腐烂啦 以前那个剑都是用青铜做的 青铜做的剑 最长就只能到1公尺而已 怎么可能有那个青铜剑 可以长达 1公尺以上 甚至2公尺 历史学家 认为说 秦始皇的铜剑 应该在 1.5到2公尺之间啊 你看 如果是2公尺 那秦始皇是不是 要很高大 所以才 才认为说 秦始皇的身高 在2公尺以上 然后那把剑就 超1.5到2公尺之间嘛 跟他的身高 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长的剑 相当罕见 千古一地耶 千古一地的宝剑 当然要比 万剑 比其他的剑 千千万万的剑 都还要长 这样才能算是 千古一剑嘛 所以这很合理啊 那 所谓研判啊 这个 后来在兵马俑坑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 有挖到一只剑 真的长1.5公尺 而且那把剑被发现的时候 它是弯曲哦 被压住哦 被重物压成那个弯曲的 等到那个重物 把它拿挪开的时候 然后把铜箭就 恢复原状了 那个弹性很好 被压到两千五百多年 竟然都没有折断啊 然后长达1.5公尺 所以後来考古学家 看到这把铜箭以后 认为说哇 搞不好秦始王 真的有一把1.5到2公尺的 sample 然后研判秦始皇身高两公尺以上 可能跟吕布一样高啊 吕布身高两公尺三十二嘛 搞不好秦始皇跟吕布 因为据我考证啊 秦始皇那个秦国王主他们就姓吕啊 他们就姓吕啊 我们看很多书完全不知道说秦始皇到底姓什么 史记有两种说法啦 史记有两种说法说秦始皇姓赵 然后又另外一个地方又说秦始皇姓吕 那到底秦始皇姓吕还是姓赵 其实是姓吕啊 这个从哪里可以知道呢 从那个赵高是不是赵高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就是赵高 赵高弄出来的啊 他就是有一天 这个赵高就牵了一头 一头鹿啊 指鹿 牵了一头鹿在文武大臣 在大殿上问文武大臣说 这一批这一批是马还是鹿 只要你说是鹿的 你就砍头 但是他明明就是鹿啊 为什么说鹿会被砍头 因为 因为这个赵高说这是马 因为那个时候在春秋战的时候 姓赵的就是姓马 姓赵的也姓马哦 所以有些史册说赵高就叫做马高哦 不叫赵高叫马高 为什么姓赵就是姓马 因为姓赵的是来自晋国嘛 晋国的时候有一个大将叫做赵摔的 他因为战功被封在马这个地方啊 封为马扶军 马扶军 所以姓赵的后代 赵摔的后代就姓马 但是他们 他们的原则就是对内 对内姓赵 对外姓马 因为这是一种光荣嘛 因为他是被封在马这个地方 有了这个实义 有税收有收入 这是一个光荣的东西 所以你对外 就会以你的实义这个地方 当做姓 所以赵高 对外叫做马高 自己家里面 私底下 就用本来祖宗的姓 叫姓赵 就叫赵高 但是其实 其实我们现在看史书都说他赵高 其实当时的人 不是称他为赵高 而是叫他马高 外人啊 除非是他赵高自己的弟弟 或者是叔叔 才会叫他赵高 但你外人都会叫他马高 这个你们要去了解古代那个姓氏制度啊 所以这个赵高指鹿为马的意思就是 这个鹿啊 鹿就是铝啊 铝的古音就是鹿啊 铝不信你用台语念铝 铝就是铝啊 铝不信你用台语念铝 现在台语布袋系在如果说到这个双口铝 就是铝啊 就是鹿啊 就是鹿啊 鹿啊 鹿跟铝的古音是一样的 那指鹿为马就是指的秦始皇的姓 这个鹿啊 硬要说这个鹿 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 鹿的天下秦始皇鹿的天下 已经被我们姓马的给取代了 所以叫指鹿为马 这样大家知道了吧 指鹿为马 糟糕真正的用意是这样啦 不然你们想想看 到底有哪个疯子会牵一条鹿来问人家说 这是马还是鹿 他为什么不牵一头鹿呢 他也可以牵一头鹿啊 指鹿为马 鹿跟马不是更像吗 那个大小不是更一样吗 但是他是牵一头鹿 因为鹿 秦始皇的姓就是鹿啊 姓氏啊 不是姓啊 就姓氏 那个氏啊 秦始皇的氏就是鹿啊 好 这个话说回来 因为秦始皇这个太过于高大 金科虽然也很高大 但是根本不是秦始皇的对手嘛 所以他要抓他 一只手当然抓不住啊 结果秦始皇就有时间 有一个衣冠啊 衣冠就跟秦始皇说 把你的剑弄到背后去 哇秦始皇一听啊 哇对齁 我的剑这么长就弄到背后去 结果 他两公尺长的剑就拔出来了 一扫呢 金科的两条腿就断了 但金科还不死心呢 他就把那个刀啊 用飞刀这样 射杀 要射杀秦始皇 秦始皇闪过了 结果那把那把飞刀竟然插在那个柱子上 可见你看金科的力气有多大 这个要提这些人的意思呢 就是说 姓吕啦 姓涅啦 尤其是这里面 可以跟吕布相媲美的大概 应该是金科啦 金科 吕布再来就是金科 再来就是涅症 再来 再来是钻珠 再来是 妖礼 后来才是这些啦 这些人呢 这些姓氏啊 吕啦 涅啦 钻啦 钻啦 妖啦 金啦 就是 我建议啦 以后有要写小说的 哦 你要符合啦 符合这个历史故事 这些人才是真正 真正有胆识的人啊 哦 才是这个正派的人啊 哦 虽然 虽然其他人这个算不算正派我不晓得啦 但是 吕布是正派的啦 哦 金科也应该也算是正派啦 哦 啊 但是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 因为你如果不 不按照历史事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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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是说吕布 是坏人 你说 这些人都是坏人 那会导致什么 误导群众啊 哦 大家就以为黄子娇的黄 看到黄子娇的黄 就认为说 啊 这是好人 刘备好人 关羽好人 张飞好人 哦 鼠汉 哦 为了 护心汉潮 哦 鞠躬进翠 哦 所以他们都是好人 结果就怎样 被骗了嘛 所以你不要害人啊 有人说 有一些小说家 死了之后 都是下18层地狱 因为他们就是造孽嘛 影响大家的头脑啊 哦 为什么现在社会会这么乱 就是因为你看的东西 你听到的东西 都是误导你 所以你就会成为失败的人 你死了下了地狱才后悔 已经太慢了 哦 好吧 哦 就像这个许啊 你看现在闹这么大 闹这么大了 啊 我们如果知道历史的故事 你就知道历史上姓许的真的 真的 真的 啊 怎么说呢 我们不做道德批评啊 你看那个 蒙古大帝国建立的元朝 元朝的中国姓氏排名 跟宋朝的姓氏排名 你会发现 这个姓许的在宋朝的时候 他全国的排名是在后面的哦 四十几名而已哦 四十几名 也就是说 他的人口很少了 不是 不是说很少了 就是排不进前十大了 排不进前二十大 但是元朝建立之后 元朝建立之后姓许的排名成为全中国第十一名哎 从四十几名变成十一名哦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上维基百科查那个 中国人口数 中国人口发展史 你就会发现姓许的 从很后面后段班 一月到了元朝 一月成为全国 第十一大哦 当然全国十大这个宋朝跟元朝几乎没有变啊 你看到现在全国十大也没有变啊 也没怎么变啊 就是这十大人口哦 或说二十大啊 这二十大就是永远都是这二十大排在最前面啊 因为他们就是怎样 墙头草 随风倒 随有权利 随有权势 他们就投靠谁 他们不会傻的去跟当当政者 他们不会去跟那个最强的人拼啊 你如果 你如果去跟那个最强的人拼你 你会被杀掉啊 你人口就会 就会少啊 像谁 像哪一个姓 在宋朝的时候是排前面的第十三大 然后到了元朝建立之后排名变成四十四啊 你们知道哪排名变四十二 从十三变成四十二啊 哦 从人口很多变成人口很少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姓吗 当当当 就是这个姓 双口吕啊 双口吕在宋朝你们查维基百科 他的姓是排名第十三啊 但是元朝建立之后 他的姓是排名变成三十六了啊 我刚刚说四十二说错了 四十二是明朝 四十四 四十四是 四十四是现在啊 现在是排名四十四 宋元朝的时候三十六 然后到了清朝明朝清朝 是到了清朝变成四十二 到了现在就四十四 这个吕啊 为什么人口会突然间变那么少 就是当时的抗元抗蒙古的名将 吕文德他带的兵啊 叫做吕家军啊 也叫做黑炭军 黑炭军团 因为他们是挖矿起家的嘛 就像赖清德他们挖矿的黑煤炭啊 所以他的军团叫做黑炭军团 里面全部都是姓吕的啦 因为是吕家人 山东吕氏啊 这个家族啊去组成的黑炭军团 去抵抗蒙古大军 结果几乎整个族人啊都被杀光嘛 因为吕文德死了之后 在由他弟弟李文焕两个人联手率领吕家人抗金 长达四十年耶 也就是说使南宋的国咒 最后的国咒延长了四十多年 就是这个吕文德 吕文焕兄弟所率领的黑炭吕家军啊 所以他们人口就从全国排名第十三 掉到三十六嘛 但是哪一个哪一个姓刚好反过来补充这个姓吕的位置 就是就是徐啊 他从后面四十几一月成为第十一 比姓吕的十三还要还要前面耶 徐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都在十一名左右哦 到现在姓许的是不是也是全国排名第十一 就一直保持在元朝那个时候的大姓 成为大姓耶 为什么姓许的在元朝能够翻身成功成为大姓 因为那个蒙古人攻打中原 谁不杀 就是胡人不杀 五色人种不杀 而许他们是不是东胡主 他们不是胡人啊 所以这个蒙古蒙古大兵来了之后 本来要杀许的姓许的 姓许的 姓许的马上说 我们不是汉人 我们姓许的是跟你们蒙古人一样 我们也是胡人哦 但我们是东胡主 你们蒙古人是北方的胡人 我们是东方的胡人 这样 Do you know? Do you understand? 这个时候成吉思汉当然是被说的一嫩一嫩的 这个姓许的组长 你当然要捧着一大堆史料啊 好好的跟成吉思汉解释啊 我没骗你啊 我们姓许的真的就是胡人啊 怎样怎样怎样 真的就不杀了 姓许的都没有被杀 而且就成为蒙古人灭亡汉人的主力 然后当然之后就高官后路啊 所以他们人口就 从后面排名四十七 哇一直增一直增 增加到第十一 本来他们也很努力想要 进入前十名啊 但你知道 前十名 这十个大姓啊 什么柳啦 赵啦 王啦 李啦 杨啦 菜啦 蟹啦 皮的要死啊 皮的要死啊 有点都是他们 这十个姓在前面 姓许的 当然 挤也挤不进去 很气啦 好 谢谢参观